现在这样子你看 还有机会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你才多大 你都知道了 我都害怕说出来了 现在我自己的年龄 十八年前 周星驰正是人生的黄金年纪 盛名之下 拍摄大话西幼时 他扮演孙悟空 与朱英扮演的紫霞仙子有一段恋情 但他当时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意 直到为了大意放弃情感 最终失去 我希望是一万年 他在拍西游 剧情的主题已经完全不同 但他没有按照录音时的建议 重写新的主题曲 而是仍然沿用了十八年前 大话西游的片尾曲 一生所爱 是在歌词当中添加了一句 从前直到现在 爱还在 为什么要只有老歌 主要就是我个人喜欢这个歌 他们在背后议论过你说 是不是他上点年纪要怀旧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你改动了这个歌 哪里太过绝望也不好 就是有一点点希望 就绝望当中有一点点希望 色彩变苍茫 从前直到现在 爱还在 远去的你漂泊 白云晚 你知道你本来是一个 可以很轻而易举的 得到你所想要得到东西的人 在人们看来是这样的 不一定 怎么会呢 我都运气不好 不是吧 从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在你面前 你没有珍惜而已 我觉得是运气不好 假如我可以再重来的话 我就不要那么忙了 你要把时间留下来干嘛呢 但我喜欢看一个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只有工作 但是其实突然间 你到现在就发现 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岁了 有些事情 我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讨好地做过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 才后悔默契 十八年前的电影中 周兴志这段台词 几乎家喻户晓 十八年之后 她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我看过吴默奈 后来反思自己 她说她自己 曾经有几年的时间 因为片子特别红 什么东西都来找她 她就迷失了自己 她说她有一点感觉 觉得你前几年 有一段时间也是 就是因为被神化的 比较厉害 所以也比较自我 但她觉得这几年 你有一些 又有比较暴容的一些变化 你觉得她这个观察 真实吗 人生之未有变化 不一样的想法 就随着你的 你的经历啊 所有的东西 年龙应该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一万年确实太久了 所以就别等了 就有什么事情就马上 马上要做 在采访中 周星曲说 明知道这段台词 会被人说是在抄袭自己 但她已经不在意了 她要让唐僧说出19年前 孙悟空所说的那段台词 第一次见到你 就爱上你了 爱 多几 一千年 一万年 为什么要用多年前的 这几句话 就可能我对这几句话 有情义及 我可不可以理解说 就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想法 就是 我就想在这个时候 说出文人中 想说的这句话 你有这个感觉吗 谢谢你 谢谢你 去那儿 亲呢 不亲呢 让你亲 还不亲 快亲 亲呢 带什么想的 亲呢 就亲了 下来 下来 快快了 快亲了 亲来在哪啊 咱们这咋 亲呢 亲呢 亲呀 太不亲了 往上来亲了 亲呢 亲呢 亲 这太小了 不亲 别再呆我姑姑了 来快点 亲呢 来 亲呢 串通 部分鹽 ��鱗 霐sem 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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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 爱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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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